大家好我是店美女大聲 我現在要介紹的動作是弓箭步蹲 弓箭步蹲是一個前後分腿 然後直直的往下蹲 這個動作跟深蹲不一樣 它的佔據會比深蹲的時候再窄 而且兩隻腳尖都直向正前方 側面的話找前後的佔據 我們可以先做一個半跪姿 然後你做半跪姿的時候 前面的膝蓋是直腳 前腳跟後腳大腿中間是直腳 後腳的膝蓋大約是直腳 這個距離站起來 就會是你弓箭步蹲最理想的站住 然後蹲的過程前腳一樣重心踩穩 蹲的過程重心平均分布在腳掌的前後左右 那正面的話要注意一件事 因為弓箭步蹲的時候我把一隻腳往後拉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 要讓人面向正前方 不要因為身體這隻腳往後拉 身體就變成歪的 然後腳掌重心顧好以後呢 膝蓋對準腳尖 直上直下蹲 這就是我們的弓箭步蹲 希望這個影片可以讓你更順利的展開你的健身之旅 讓我們健身就從深蹲開始 讓我們健身就從深蹲開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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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